萬年曆5 Ctrl C 一樣把它放到我的程序裡面 記得不要亂貼 因為現在我是在這個程序裡面 記得切回到模組 貼到萬年曆4的下面 然後再來怎麼樣呢 再來做切回到這邊 把萬年曆4改成萬年曆5 因為剛剛我們已經改過 如果你用call萬年曆4 不行 因為他會去抓上面的東西 那現在我不是喔 我現在這四個東西 全部都是自己產生的 而且是放在 D1到D4的這個 四個變數裡面 我們來試一下喔 所以基本上這個刪掉了 看能不能walk 10月 沒問題 11月也沒問題 12月 OK 所以基本上 只是說把什麼 把這四個東西 你如果不寫在這邊 你希望寫在VBA裡面 那這邊當然就是直接把這個東西寫上去就ok了 所以這地方我想各位試試看喔 那主要是改了這個東西 畫面先還給各位喔 給各位參考一下啦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不難理解 但是喔 就要花一點時間 因為這東西說真的 那我寫好了啊 跑應該沒問題 但是如果說你要從頭到尾都自己寫的話 恐怕有一點點困難 但是 可以是嘗試啦 因為這畢竟喔 如果你東西 如果你東西慢慢的都可以自己去獨立完成的話 那很多事情喔 你的工作裡面很多事情都可以變成一個自動化 也就自動去完成一些事情 喔 那其實我覺得啦 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做一些抽象的機器人嘛 雖然機器人好像看得到 其實這些東西也不是自動化 它不是 自動幫你做事情嗎 那如果你懂得全部把它串連在一起 那你很多工作就按個按 按幾個按鈕 其實就可以達到你要預期的效 那你剩下的就是什麼 去做一些 喔 也是有沒辦法做的 可能你要去分析啦 去判斷啦 去做一些決策 我想這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你說真的花太多時間在 資料處理上面喔 真的其實不是 最重要的 反而是後面的部分才是最關鍵的喔 那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喔 試試看 那 剛剛那段程式是 放在雲端上的萬年利物 主要增加了 四個東西 所以你可以把那個 我們原來寫的就是本月 其實是一直到第一天位置 那個後面的東西刪掉 那萬年利四就不能work 那萬年利五就可以 試試看喔 OK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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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